2013年台湾国际田径锦标赛 26日下午也在台北田径场召开赛前记者会 主办单位教育部体育署及台北市政府 一共邀请了15国约200位选手参赛 目的就是希望能透过外国选手的表现 来提升我国运动员的竞争力 那么我们今年特别邀请到 好多在去年伦敦奥运创造纪录的优秀选手 那么希望借各位国际知名的选手 能够在这一次比赛中刺激我们国内的选手 本次赛事备受瞩目的选手 有刚刚从美国一地训练回台 在5月的全国大专校院运动会 完成三联霸的成结 也将会在比赛中大显身手 就是希望有国外选手一起竞争 然后能使自己的成绩更突破 然后朝全国进入迈进这样 同样受到关注的组合 还有中华民国田径协会重点栽培的 男子400公尺接力队 由刘渊凯 义伟正 潘伯宇 王文棠 组成号称F4的黄金阵容 希望能带给田径迷耳目一新的感受 我自己就尽力维持 然后希望明天亚运会可以拿到进场 比赛将于明天下午2点半开始 各路好手齐聚一堂 期盼都能突破自我 抵造夹击 记者张品文 王思纯 台北报道